你是不是刚刚赖没几天 对 第几天 10号来了 你之前在电子厂多少钱 电子厂房子不算高 几千块钱 最多也就是四五千 现在那个淡季嘛 不是更低 今年我希望工作都不成好少 好像很多都不招人 对 而且工资 他压得还特别低 就那些零食工 他就带着那些零组的那些代板 他还把人压得很低的那种 那不只有三四千 这不是那最后的奖项数才 一个小时才几十 是之前的带人了 体力挺好 请 之前那不是十一五 最初是十一十七 然后后面就有 人那些厂基本上都不照了的时候 他就按一按底 就说十二十三 十一十二的那种 特别低 那一天上十个小时也在一百多 对啊 而且 我们之前在那个地方 还有保底 上学了也就是 12个小时 那还是跟这个行动 之前还是挺低 之前没想过干这个是吧 可以啊 我认识有的技师他们干得好 一个月能拿万把块 对 他们做得很 而且可以是这样 我认识这个生意好了 那么过年的一个月拿三万里 这边应该也有保底 前两个月有 之后就没有 前两个月才就 之后就要看自己的 最少最少一个月 四五千是随便搞完 最少最少 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今年就是工作不好 我们这边工作也不好 对 那个疫情结束了 好多好多地方都不招人 对 从家里面出来了 都不招人 就不招人了 就是